美国老大哥呢说 OK 很同意 也很感谢日本用这样公开透明的方式呢 排放这个核电厂的污染水 那所以呢 国际原子能总署呢 也支持日本的相关决定 反正一切就是美国说了算 我们就跟在后面 但你说到这个驻日代表谢长廷 难怪他每一次都会骂 说你驻日 你根本就是在帮助日本 不是在帮助台湾的 那么尤其呢 看他之前哪一次不讲话 比如说核实的时候 讲得比谁都大声 还回来台湾了 感觉呢 就是在推销核实嘛 还说到说禁止日本的东北食品 是不利CPTPP 这个部分 他直接点名了 那么在渔泉的部分呢 不要说之前的自钓鱼台 那么前阵子的渔泉的冲突事件 台日冲突 那么向庭还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渔民 台湾渔民啊 比较活泼啦 神出鬼没 建议渔民出海之前 先向政府报备 好你这个哪一次不是帮日本说话 那甚至在昨天呢 我讲到了像中国疫苗部分 也是谢长廷嘛 喊得很大声立刻跳出来 在顶数上PO文 讲什么中国疫苗啦 让他真的是 因为他们自己的官员证实说 他们防护力比较低 所以他就觉得 差点要掉眼泪 感动落泪 还好呢 台湾呢 没有用中国疫苗 然后开始要推广国产疫苗等等的 反正我跟你讲 对中国大陆呢 就很大声 很强硬 可是对日本来看呢 完完全全的就是 你在帮日本讲话 很多争议呢 我都还一一细数好不好 还有凤梨也是啊 那么凤梨大陆 禁止台湾凤梨输入嘛 那么这个在 我们说在日本推销 那谢阳廷呢 才出来说 要求日本购买凤梨多少是卖人情啦 所以你看这一连串的 我就觉得 这个卓卓代表 这个谢阳廷 被骂也是刚好而已啊 我是外交系毕业的 所以很多我的同学 花了很多的心力去准备外交特考 目标是为了国家努力 为国家这个出使 世界各国 那我自己 我当然没有走这条路 我跑去选举 但是我常在想 就是我们的 真的我们的国家有真的有善待外交官嘛 我们真的有尊重这些经过严格的外交特考的训练 然后认认真真在基层蹲装扎马步的这群外交官的专业嘛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的 驻这些重要国家的大使 一天到晚用政务任用的方式处理啊 那这些政务任用出去 你既然出去表示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既然特别用政务任用 就跳过了正常要通过考试举才这些 繁文入节这些规定 那就表示有特殊意义 而且这个特殊意义是我必须要派这样子的人去 然后他可以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外交嘛 可是他是这样子的人嘛 我们每次住这种地方 关键地方的这样子的角色 政务角色到时候都是买办 你是帮人家 是午餐柜啊 开大门引清兵入关的那种角色啊 你是做建外交专业到极点嘛 完全不重视外交专业 今天任何一个通过外交特考 然后有正常国际关系这个进退观念的人 去做主席代表都会比他好嘛 你给政务人员跑去这个地方给他一个位置 那不是抽拥是什么呢 只是让他爽而已啊 他爽就算了 大家还记得大阪代表处这个怎么被人家逼死了吗 因为他手下有养网军嘛 出现公关危机的时候 不能烧到大使嘛 不能烧到代表嘛 所以找人顶罪啊 顶罪的那个人 就是传统循规蹈矩 外交特考出身的 国家培养的外交官啊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民进党政府就是这样招踏外交人员啊 真正有专业的人要被这些网军出身攻击 然后最后这个含恨而死 然后这些政务任用吃香喝辣的人 坐领高位坐领甘心 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个中央制疫苗关你朱子代表屁事啊 你讲什么东西啊 讲这些东西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政治狂热 很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你就算了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我帮中央民国帮台湾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呢 这个如果讲说这个福岛食品 跟CPTPP的谈判 你当然是用这个当成谈判筹码嘛 你这个东西进来我压力很大 所以你要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换 这才是外交嘛 这才是经贸谈判嘛 可是你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的外交官要的谈判代表是 抓住对方的弱点 换到最大国家利益的 这样子的谈判代表是谈判啊 可是我们驻美的是在干嘛 帮着他们宣传莱猪很好 朱子代表帮着日本人 宣传他们的东西很好 然后希望我们国内减压 你到底是哪里派哪里的人 你领哪里的哪一个政府的钱 你还领我们纳税的人 然后去帮人家当年的买办 这种二职的这种外交官 这完全不及格嘛 完全就应该撤职查办 但是我们国家真的在派驻这些驻外代表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用外交的考量 跟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来做判断嘛 显然不是嘛 要不然你怎么都放这种人呢 你怎么都放买办呢 那既然不是大家就看清楚了 改变的方式就是把它换掉嘛 那不然怎么办呢 你按照这样放任这样的东西继续下去 难怪大家不想考外交官嘛 我像我不想考外交官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我太清楚了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嘛 专业终究会被作践的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经过这样子的认知之后 看清楚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啊 不要再让这些政治盘算超过一切的人 继续作践外交专业 要不然中华民国真的完蛋了 对你看我觉得真的没有错 现在民党政府 你说他们在搞外交吗 没有是在搞政治 否则向庭不会你看对中国大陆呢 就立刻硬起来 那么碰到日本呢 立刻就卑躬屈膝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很妙啊 就是民党政府你反核 可是你不反核实 你也不反日本的这个核废水 这不会矛盾哦 这一点都不矛盾啊 不矛盾是不是 当然不矛盾啊 因为很简单 是我自己太纠结了是不是 因为很简单嘛 民进党向来的标准 就只是对他有利 他认为的才叫标准 他不认为的管他是什么他都不在乎 所以民进党一直都是这样一个政党 那谢长廷本来就是其中的代表嘛 那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到现在搞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谢长廷才可以 台湾有这么多的外交人才 为什么一定要谢长廷坐在这个位置上 请问一下 他也不过是去日本念过书 台湾去日本念过书的人千千万万 谢长廷书有念的很了不起吗 我觉得他日文好像讲的也不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拿一点特别 而且说真的这个人去那边到底帮我们中华民国争取了什么 从蔡英文上台到现在我们的余权到底谈了没有 我们其他跟日本之间的相关的东西谈了没有 我们的贸易逆差缩减了没有 全部都没谈 那请问一下我们叫这个代表我跟叫一条狗去有什么差别 我叫一条狗去 搞不好 诶 真经我们国民外交因为人家觉得我们台湾人的狗很可爱 叫个谢长廷去请问一下 到底好在哪里 长得没狗好看 对不对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你叫谢长廷到底去干什么 因为这个人每天就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嘛 日本人可能真的会喜欢他胜过喜欢狗 因为这个人每天在帮我送礼啊 把台湾人的东西不断的无条件的奉送给日本大哥哥 日本高兴都来不及 所以日本大概会非常支持向你继续留任 可是问题是这个人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 每天都在帮日本讲话 然后从来不争取台湾人的利益 然后我们的渔民去补个鱼 他说每个都要报备 请问一下你到底是日本驻台湾大使还是台湾驻日本大使 我都搞不太清楚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有点角色错乱 真的非常奇怪 你要不要干脆这样好了 你谢长廷要不要帮日本人身体在台湾自外发现 而且他的反应还比日本民众没他们强烈 是 不断嘛 日本的民众日本的渔民现在都跑出来抗议 人家说我努力了十年希望洗刷外界对我们的鱼产品对这些东西的恶劣印象 结果你这个费谁放 那我还搞屁啊我什么都完了嘛 以后谁还敢吃那边的鱼啊我讲一句实在话 谁会吃我只要一听到是那附近海域捕捞出来的鱼 我第一时间反正不管你相不相信科学能免责免嘛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就好像那个东港西被叫塞牛K 其实老实说我们如果从对科学来判断只要他过滤的够干净 还不水就是水而已嘛 但是问题是如果告诉你这是你刚拉的屎泡出来的水你要喝吗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太空人队他有那些逆渗透有那些过滤器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不得已 因为在太空上我们没有办法装很多的水 他不得不这样做那是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那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 我们政府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新闻 他说最近有5万吨的水已经东港西的水这样沾过去给你 但是呢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新闻的细节是 他其实本来是2万吨现在变5万吨 也就是他本来一直都把2万吨的塞牛K的水给你喝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政府正在跟日本政府干同样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把水放出去 那问题来了日本这样放之后 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台湾人不会不知道青潮黑潮吧 日本的潮流跟我们是相连的 所以呢他们的潮流很快就会流到我们这边来了 听说五十七天之内整个太平洋全部都是 那请问一下我们真的能够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所以台湾渔民才说我们 你不可能让这些喝了河废水的鱼不游过来吧 不可能那时候我跟你讲不要说鱼 鱼可以不游过来鱼可能懒得游那么远 那个水一定会飘过来 对不对所以你散不掉嘛 我们这边的渔烟不想喝那种废水啊 但是他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定会喝到 这不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真的我现在极易 我们随便拜托蔡英文这么你随便找一只路边的狗 去这样打死好不好 真的你不用给他薪水 每个月给他灌灌就好 我相信他干的绝对比谢长宁出色 至少一条狗不会出卖台湾 谢长宁就会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情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